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内的连建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产手机屏幕为主的高科技企业 来自湖南的19岁姑娘邓宇龙刚来公司的时候 觉得工作的环境特别干净 因为她在一个无尘的车间工作 但是不久前她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并且她的几十名同事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说有时候会头特别的疼 然后突然的就感觉全身没什么力气 特别是拿东西的时候拿着拿着 一下子拿起来就突然就掉了 这样抓东西抓不住 邓宇龙是2009年5月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 连建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的 但是没工作多久就染上了一种怪病 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内 她先后两次晕倒在车间里 我晕倒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还是听人说的 然后在车间里怎么怎么就晕倒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现在在医院里呢 不仅邓宇龙是这样 2009年下半年以来 苏州连建科技有限公司的许多员工 也都染成了这种怪病 而且症状基本相似 这种怪病让员工们人心惶惶 那么他们到底得了什么病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在员工们的强烈要求下 连建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一起去体检 但是结果一出来 许多人大吃一惊 他们给的结论是 上下肢周围神经元性损害 根据医院检验报告和医生的诊断 这些患病员工的上下肢周围神经 受到了损害 发生了病变 从而导致肢体周围神经的传导速度变慢 四肢瘫乱乏力 按照员工们提供的线索 随后记者来到了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多少人在这住院了 大概367号人 367号 哪几个病房是你们的 就这个房间嘛 这个房间 还有那个房间对面的 这房间也是受奴随的 这也是奴随的 这边都是南部这儿 现在感觉反正是腿还是有点疼 而且还没力气 有时候就是四肢都发麻 蹲下去起不来 蹲下去就起不来 筷子都拿不起来 筷子都拿不起来 对这里来那个药匙都拿不住 都掉下去了 其实这个泥都留不起来 据了解到记者采访时为止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已经陆续收住了49名 连建科技有限公司的患病员工 病床表现主要是从几个方面 一个是肌力 激张力 还有一个是身感 全感觉 身感觉 还有神经 这些反射 这几个方面反映出来的 实际上的 那么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话 它可能激烈有明显的下降 那么像这种身感觉 潜感觉可能也是有异常的 那么一些神经 这一些 有些神经反射 是自助神经的 可能也出现一些问题 这么多员工 几乎同时出现周围神经受损 显然和他们的工作环境有关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件事引起了苏州市和苏州工业园区的高度重视 组成了专门的调查组 进入连建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处理 程云青 苏州工业园区工委副书记 调查组组长 我们知道以后呢 工委管委会非常的认真去处理 首先是摸清情况 由我带队到这个企业去了解真实情况 然后呢 快速地进行整治 停产整治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调查组立即深入到连建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班组进行调查 苏州连建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手机触摸屏和液晶显示器 总共有一万三千多名员工 面对这样一个现代化生产企业 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检测 很快把焦点集中在一种名叫正挤丸的有毒溶剂上 2008年8月 连建科技有限公司用这种溶剂取代酒精 让员工们擦拭手机显示屏 公司一开始就是为了提高产量嘛 就是说这个正用嘛 车煤使用车煤比较低比较便宜 就是擦玻璃的效果嘛 擦玻璃表面的油渍的效果比较好 挥发的很快就是这样擦一下 它立马就没有了 跟着后面就立马就没有了 拿在手上玩的 这个玩的还蛮舒服的 凉凉的 它立马就挥发了 正挤丸是一种化学溶剂 它的挥发速度比酒精快 擦拭玻璃的效果也比酒精好 但是具有一定的毒性 会通过呼吸道皮肤等途径 进入人体 长期接触 可导致人体出现头痛 头晕 乏力 四肢麻木等慢性中毒症状 严重的可导致晕倒 神志丧失 甚至死亡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设有依法公布的 职业病目录所列的 职业病的危害项目的 应当及时如实 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 接受监督 同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定立劳动合同时 应当将工作过程中 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 及其后果 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 如实告知劳动者 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但是调查人员发现 连建科技有限公司 更换使用正己丸 这样的有毒有害 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的 化学溶剂之前 既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报 也没有告知员工 查明事故原因后 调查组立即责成连建科技有限公司 停用封存剩余的正己丸 并对该公司进行了处罚 同时 苏州连建科技有限公司的 原主管和管理层 也被集团公司撤还 之前的主管 杨瑞祥主管的话 他所更换的动作是 因为正己丸这种容器 它的挥发的速度比较快 那它的要求 可能是要求的作业速度快 而造成他个人的决定 变更这个的材质 这种东西是一种 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 当时更换的时候 他做出这样的决定 厂里边有没有相应的 对职工进行告知 这个叫巴西纳 在变更的这个时候 这个主管并没有 去做告知的工作 申报其实没做 第二一个员工的告知 培训这方面的工作 从我们调查来看 基本没有做 除了违法偷偷使用证几万 在生产过程中 连建公司也没有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 采取有效措施 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安全防护 甚至连基本的防毒口罩和面具 都没有配备 口罩是什么口罩 就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是那种防毒口罩吗 不是 有没有给你们发相关的 这个特别的防护措施呢 比如说这个防毒口罩啊 或者是面具之类的 没有我们的口罩都是白颜色的 很普通的 没有什么 连建公司的车间是密闭式的 无尘车间 但空气流动性差 调查组在对现场空气 进行超样检测后发现 挥发性极强的正脊丸 在空气中堆积 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 员工们在没有有效防护的情况下 时间一长 整个车间内的许多员工 慢性中毒 在这个车间里面 包括出入口啊 在里面按照我们的相应的规范 然后呢 塞了八个采样点 然后呢 就是做了 对正脊丸这个东西 做了一个检测 然后呢 检测结果是什么 后来我们拿到实验室去之后 大概过了一天多吧 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这八个点的点位呢 都是错的 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 基本的定性是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违规违法使用油脱化学容器 或是现场的 这些危害的防治 与员工的防护 使用这些危害的中毒事故 现在经过医疗机构的积极救治 许多患病员工的症状 已经有了好转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生产过程中的正脊丸中毒 属于职业病的一种 而苏州市目前只有一家职业病医院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由于医院床位紧张 一些被确诊中毒的员工 焦急地等待着住院 为了尽快安排患病和疑似患病的员工及时得到救治 经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 经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和努力 1月30日 苏州工业园区内的九龙医院也紧急为连建公司的员工开辟检查治疗专区 春节前 连建公司的中毒员工全部住院检查和治疗 这起事故已经定性为企业主要负责人违规违法 使用有毒化学溶剂 忽视现场的职业危害防治与员工的防护 是一起职业危害的中毒事故 目前一些患病或者疑似中毒的员工还在检查和治疗中 节目当中提到的邓宇龙和他的一些同事 在治疗之后症状减轻开始康复 但这一事件值得人们深思 对企业使用正脊丸是有明确要求的 尽量使用无毒或低毒物质来替代 车间应安装有效的通风装置 除了告知还要对员工加强个人防护 对作业工人进行上岗前和每年一次的 包括神经科检查在内的体检 这几条连建科技有限公司都没有做到 面对职业病的危害 企业的责任始终是第一位的 对于牺牲员工的健康为代价 来换取利益的企业 政府有关部门要坚决予以处罚 并加强监管 以此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 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